近日,国际拼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男女当打世界排名 其中,日本天才新星张本美和世界排名已经冲到了第69位 甚至比国拼世界冠军刘斯文还要高 而在青少年女当的世界排名中,她也高居第四 要知道,张本美和目前还未满14岁 这位小姑娘未来绝对会成为国拼的一大劲敌 张本美和出生于2008年6月16日 她的父母分别是张宇和张灵 两人都来自于中国,而哥哥则是张本智和 2014年的时候,张宇和两个子女加入日本籍,改名张本宇 而张灵仍保留着中国籍 出生于乒乓球世家的张本美和与哥哥一样 很小就接受了乒乓球专业训练,并展现出非凡的天赋 张本美和10岁就加入了日本国少队 去年12月她更是在乒乓球世青赛中 一人包揽U15女当、女双、混双和团体全部四枚金牌 也正是那时,外界开始关注到这位小女孩 日本媒体甚至用天才少女来形容她 值得一提的是,张本美和的教练也是一位中国人 名叫孙雪 她不仅颜值出众,执教水平也很强 曾短暂执教过伊藤美成和平野美语 孙雪在成为张本美和的教练后 主要让其增强体力以及力量 因为这两点是日本女拼最缺的 今年5月份,13岁的张本美和再次一名惊人 她在WTT青少年常规挑战赛柏林战 普拉加德阿罗战中相继亮相 报名参加了四个当相 而且都是跨级别 最终张本美和一路很少 连夺U17、U19女当四冠 在轻松拿到四个冠军后 张本美和也开心赛出奖杯 小姑娘志气未脱 面对镜头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据国际拼联的数据显示 张本美和自从2020年2月开始 在WTT青少年系列赛中还没有输过 她目前已经豪取41连胜 在最新的青少年女当世界排名中 张本美和高居第四位 而成人组世界排名上 她已经来到69位 不仅创造个人新高 而且还超过了国拼名将刘诗文 早姐由于长时间没有在WTT赛事 取得好成绩 目前世界排名已经掉到第89了 众所周知 张本美和的哥哥张本志和 前几年一度给国拼制造了一点困难 不过她在面对几大国拼主力 马龙、房正东、许星的时候 却几乎毫无黄手之力 眨眼间 昔日的天才少年也19岁了 最近两年的状态更是起伏不定 未来她已经很难再对国拼造成威胁了 客观来说 未来张本美和对国拼的威胁 要比哥哥大得多 因为张本美和今年才13岁 潜力巨大 而且她也展现出超强的实力 张本美和已经在成人赛中 多次打败国拼一队选手 甚至对仲格曼轰出过11比0的比分 相比于一帮日本球员 防守更强 正手偏弱的特点 她正防守均衡 技术全面 没有明显短板 而且她的力量很足 打球凶狠 心态还异常冷静成熟 跟年龄完全相反 当从这几点来看 张本美和的前景 甚至比伊藤美城还要好 所以说 张本美和的未来潜力不可估量 国拼不可不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